台长又要给大家说一个小笑话 难道你们是为了听笑话来的吗 有一对夫妻经常吵架的时候相互讽刺对方 有一天吵完架两个人都是非常的愤怒 孩子很小他又不懂 跑上去妈妈妈妈你不喜欢爸爸 为什么你要嫁给爸爸呀 这个妈妈气不打意出来 冲着孩子指伤骂怀的说 妈妈因为当年眼睛瞎了才嫁给你爸爸的 那个孩子一听又不懂 爸爸爸爸为什么我们家这么穷啊 你们老吵架爸爸说 哎我们家的钱啊全部都是因为你妈妈嫁给我的时候 我给你妈妈衣眼镜了 没笑啊 所以消极思维的人对事物永远都会找到消极的解释 所以经常解释的人实际上心很虚啊 所以台长叫你们学博的人不要心虚不要去做太多的解释 越解释越搞不清楚 因为人间是混沌世界 所以本来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只是因果呀 所以学博人要从思维上找到积极的意义 储存正能量 台长说如果就是刚才那个笑话 你妈妈就应该告诉孩子 孩子啊爸爸没修好 应该爸爸讲 爸爸跟孩子说 爸爸没修好 所以吵架 你以后不要学爸爸妈妈的样子 爸爸妈妈正在改变 爸爸应该说 全是身外之物 孩子以后我们还能再赚 但是我们要向爸爸妈妈好的地方 不要学爸爸妈妈不好的地方 你以后一定会生活的比爸爸妈妈还要好 这就叫言传身教 很多人经常跟台长讲 台长为什么我度人不成功啊 台长告诉你们 因为他没修好啊 你如果想度你的先生 你把自己变得完全像菩萨 他一定会跟着菩萨修的 把自己当菩萨 所以人总是在找毛病 找社会上的毛病 找一切理由 来唐塞自己的精进和努力 问他为什么不念经啊 哎呀 因为我这两天有灵性 更要念经啊 为什么你起得这么晚呢 因为我早上骨头酸痛爬不起来 有一个小朋友叫小王 他这个人呢 有一些灵感 非常爱写作 他总是埋怨啊 写作的时候 没有好的环境 没有合适的时间 别人在单位里说笑话 他怕别人吵他 别人呢 又怕别人笑他 酥呆子 所以呢 他在家里呢 租来的房间里又嫌 房间呢 太小又阴暗 他让人非常的压抑 他说 要是能有一个清洁和清静的环境 我一定能够写出好的作品 结果天如人愿 他不久搬了家 环境一切都满意 但始终没有如愿 他说因为太安静了 我没有灵感了 学佛人 我们要懂得 不要埋怨外城的环境 我们今天学佛 哪个没有苦难 哪个没有困难 克服困难 才来学佛的 所以你事实上 不要被外境所变化 在这个世界当中 人人都在贪 我就不贪 人人都在恨别人 我不恨别人 人人都在做自己傻事 我不愚痴 这就是智慧 克服自己的心态 好好地努力 不烦恼 没有烦恼 那才会拥有菩提智慧 才能了去人间的忧伤 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är